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小胖冰冰在美国 我是最终美国税务的房产经纪冰冰 我是最终美国房产的税务是小胖 对 大家知道我们来了尔湾 我们在尔湾在洛杉矶卖房子 有很多人都说尔湾房太贵了 我不能看 所以最近我们拍了一些尔湾周边的 我问个问题 70多万在尔湾能买到房子吗 70多万是可以的 可以的对不对 今天我们就看两个70多万的房子 一个两房一个三房 三房的条件还不错 对吧 是78万多 两房就是我们后门的小区 是个连排 是个连排是72万 但是这个两房 因为我们都看过 我们觉得说是可以做一件事情的 大家知道在美国有一个房地产 的就是赚房地产的方式叫Flipper 就是翻新屋 就是你买了一些就是结构很好 首先你要知道它结构好位置好 然后装修一般 然后讲 呃 讲价讲的一个比较低的价格 对 装修一下卖出去 这样大概可以赚个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二十 在两三个月之内 嗯 对吧 那我们首先看的这第一套70多万的 我觉得就可以做翻新屋 是的 那第二套三房呢 你是可以买了自住的 也是比较便宜的 对吧 那我身后呢 就是今天我们要看这个两房 它的价格呢 是七十二万五千 然后它的面积呢 是一千一百八十五尺 呃 两个卧房都是套间 一楼还有一个公用卫生间 呃 那这个呢 是一个连排别墅 它有两堵公用墙 但是它的位置非常好 呃 走路可以到老大华 Jeffrey的大华 我们来到这个房子里面 进来之后呢 呃 它的照片跟它的食物 差的还蛮大的 啊 所以虽然我们以前看过啊 但它有一个进门之后 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 就是它的客厅 是带挑高的 并且呢 它没有任何浪费的空间 大家看进门之后呢 就是通过一个小小的锅道 直接进入了里面的带挑高的客厅 然后这个客厅呢 是连通了它的用餐区域和厨房 然后门口一个楼梯直接上二楼 没错 我来说一说啊 就是我很喜欢这房子的原因 大家不要看这个地毯是黑的 这些东西都不好 但是呢 一进门 直接是客厅一点浪费空间没有 而且呢 这个楼梯很敞亮 面对挑高的客厅 对吧 首先呢 格局很好 格局好呢 价格呢 72万 如果 你看完了 给大家一个价格 好不好 客厅呢 除了在挑高之外呢 它还有一个一扇门呢 是直接通到侧后院的 然后呢 目前的房子还带侧院 呃 才72万 还算一个不错的价格 对 而且这个侧院吧 它也是南向的 对 关键是 我觉得南向的院子不好找 因为很多老人就喜欢南向的院子 对 它不大 但是有 对 然后再往里走呢 是一个用餐区 这个用餐区域不大 目前它的装修呢 有一个吊顶灯 我觉得是对这个空间 呃 本来空间就不怎么地 然后加这个的话非常压抑 我觉得这个要去掉 没错 如果是我的话 我肯定也会去掉它 啊 对 然后再往里面走呢 是它的这个厨房区域 那如果你做flipper的话 你觉得这个房子有哪些东西 它要翻新啊 嗯 这就是我想说的 首先如果我做flipper的话 价格72万的话 我会得奖到65万 哦 我会买 然后装修的预算呢 大概是5万块 然后一共是成本是70万 嗯 那我会卖到80万 哦 基本可以赚个10万 按照现在这个市场 那你5万装修费 你是打算装什么东西呢 5万装修费 我给一层一层一点点说啊 首先我们看到 这有一个厨房 厨房全部翻新 啊 全部翻新的话 大概要1万5 厨柜也翻 对 厨柜全部做新的 我为什么说可以这个价呢 因为它厨房很小 对 所以不会有多少钱 对 对吧 对 1万5台面加橱柜 足够了 对吧 然后里面一六个卫生间 卫生间翻一下 对 卫生间三个卫生间情况都一般 都得翻 对 那一个卫生间你觉得要多少钱 一个卫生间 如果普通卫生间 我觉得6000左右就够了 哦 然后主卧的卫生间可能就是8000一万 OK 对吧 然后呢 然后呢 咱们就再算一下嘛 厨房那现在是1万多了吧 1万 算他1万5 1万5 然后呢 看这个 两个卫生间 我们先说两个 三个卫生间 三个卫生间 可能要2万块钱 2万5 2万5 2万5吧 这就4万了 这就4万 然后我就是刷墙和地板 对 地板呢 这个房子一共是1100来尺 算它1200尺 然后我们算它6块钱一尺 加人工加材料 对啊 就是6000块嘛 6000 然后叫4000块刷墙 足够足够了 5万块 对不对 对 这个门窗好像都不用换 对啊 没错啊 我们上楼看看 先看看怎么要换 但是如果楼梯的话 如果再给我2万多的预算 我会把楼梯这打空 那可听就更大了 对 变成悬浮楼梯以后呢 我房子还能多卖个三五万 其实它这个储物空间很实用 因为房子小 这个空间还挺大的 上个二楼呢 它二楼也是没有任何浪费的空间 上来之后呢 只持着一个小小的过道 然后左手边是主卧右手边是客卧 两个卧室呢 都有自己的卫生间 都是套间 这是非常难得的 没错 刚才我忘了说了一个可能五万 再加个五千块吧 就是什么呢 你看啊 主卧这些地说了 这些墙说了 灯没说 哇 全部换LED灯 给它多挖成桶灯 一个桶灯两百五 就十个桶灯 十一二 两千五 对不对 差不多刚好够 对 二十个桶灯五千 所以多加几千块钱 对 但是呢 最后呢 我觉得这个房子 如果六十五万买下来 您做flipper的话 大概能赚个七万多 但是现在二万六十五万 就比较难买个两房了吧 对啊 对啊 所以如果六十五万能买下来 就非常好嘛 那是吧 然后这个主卧也超大 你不觉得吗 主卧非常大 对 唯一就是采光 这边好像朝北稍微暗一点 对 而且我现在在它的衣橱里 衣橱你进来 我们两个进来都不觉得挤 对吧 而且衣橱还有你最喜欢的窗 这个很好 这个很好是吧 就可以透光 对 但它卫生间和这个这个台面 可能要重新做一下 对对对 卫生间咱们都算进去了嘛 对 里面的卫生间 对吧 我们看看它另外一个客户 另外一个客户朝南下的嘛 对 这个客户啊 进来呢 也是没有什么浪费空间 进来是一个对 卫生间取 水台 马桶 淋浴 卫生间淋浴 对 然后这边呢 是walking closet 对 不大 这边还有一个 这边还有 这还有两个 对 所以呢 这个大小呢 也是一个标准的一个客户 对而且它是南向的 对它南向 然后后面还蛮宽阔的 没有遮挡 没有遮挡啊 对 而且它这个纯南向 都是完全没有遮挡的 是 所以我觉得还不错 还不错 那这是今天我们看的第一个房子 我们再去 你觉得 刚才已经说过价格了 对吧 对 我觉得呢 这个70万能拿下就不错了 你想想到65 现在这个市场比较难 说实话 反正要我 就是60我会买 那70万的话 花5万装修 你就挣个两三万嘛 如果想挣的话也OK 对 但是70万拿下 80万卖 10万也能挣不少钱 差不多 对 那我们去看第二个房子 小胖在关灯 我就跟大家说一下 如果70万的话 我可能不会买 我68万都会买 但是70万不会买 因为我觉得 费那些东西 就是可能挣得太少了 但如果68万的话 加上6万的装修 是76万 76万 我卖80万 挣个4万 我觉得OK的 如果大家喜欢这种翻新屋呢 都可以留言给我们 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 也可以留言给我们 因为我们其实之前 刚刚做了一个翻新屋 大家可以看到的 195万 然后呢 我们是花了20多万装修 最后的成交价 1277万 也是非常非常好的 因为我们那装的也很好 我花了20多万去装修 翻新屋是耳湾 就是很多新移民过来的时候 一个想做的事情 但是做的话 你首先要有自己的工人 这个工人很重要 我们呢 有自己的工人 这个工人呢 他就会要保质保量 他赚他的钱 那第二呢 就是你要很熟悉 就是比如在耳湾 我们知道说 哪个地块好 哪个地块不好 哪个小区好 哪个小区不好 还有持有成本 好卖不好卖 我觉得这些都是问题 那我们现在就跟小胖 去看第二个70多万的房子 现在来到第二个房子 第二房子的小区 比刚刚的小区 我喜欢好多 大家看着这绿油油的草坪 还有那个会所 而且这个小区呢 就在另外一个大华 就是走路两分钟的地方 大华对面 就是新大华的对面 对 cooler大华对面 而且呢 这个小区连排里还有平层 没错 那我们今天来看呢 是三房只要78万 我们先继续看一看 这个房子也可以做flipper 也可以做翻新 翻新的话 我觉得这房子90多万 绝对可以卖掉 因为它是三房 但是我觉得这个房子78万 非定拿下来 对 这房子一定会强 我们先去看一看 走 今天看第二个房子的前脸上 这个身后这个呢 就是我们要看的第二个房子了 然后这个市区里面呢 有很多连排 像它这种建筑呢 就是两端 这头和那头是平层 对 然后中间是两层 这样有一个好处 就是中间呢 它也 它因为它有小后院 不会受到边上的影响 对 然后视野还好 二层不会受到边上影响 对 而且好处是 如果两边高中间低的话 中间就不会卖了 就学的特别不好 对 而采光也会有问题 对吧 所以这个非常好 我们进去看看 进来之后呢 跟第一个房子也很像 因为面积小嘛 没有任何浪费空间 进来之后呢 直接这边上二楼 右手边呢 是它的客厅区域 这个客厅呢 也非常的大 比刚才那个大很多 大概有刚才那个两个那么大 对吧 而且你站着别动 这个客厅外面就是大草坪 对 然后视野非常好 对 视野特别好 看出去非常绿 对没错 然后第二呢 这个客厅呢 还带一些小挑高 这一块区域呢 是带挑高的 并且呢 它为了采光的话 它在二楼 因为我们知道 二楼边上是平层 所以这面墙 打了一些一排窗户 所以这边采光 也非常的好 对 而且是我的话 如果我做翻新的话 我只换个地毯 把那个 把那个 就是后面里的书架 给打掉 然后把上面这些顶棚 坐一下 我觉得就OK了 这个顶是popcorn ceiling 可能要拆 对 然后通过它的这个客厅的往里走呢 就是它的用餐区域和厨房 这个用餐区域和厨房呢 也非常的宽敞 这边放个八人的肯定够 甚至说你把这个挪到那边去 这边还能放一个沙发什么的 对没错 而且它有一个就是这种 三开的落地门 通过院子 阳光就很好 对 然后这个厨房呢 是在连排里头很少见 因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连排里头 带窗户的厨房 就真的很少 没错 然后这边呢 也采光非常好 因为一面都是采光面 所以这个房子 我觉得非常好 就是如果78万能拿下的话 我们自己就开始就直接买了 如果是我的话 我78万我应该会直接买 对 但78万人家不卖 我自己觉得很喜欢 因为你看它两边都是平层嘛 对 然后自己还有一个小院 就是自己家的小院有安静 对 你养狗啊 种种花啊 这足够了 然后这边呢 是它的车库 然后车从这边进 对啊 前脸是草坪 二楼上来之后呢 首先看到的是楼下带挑高的区域 还蛮舒服的 一个小三房还有一块挑高 真的蛮舒服的 二楼的格局呢 是后面 车库上面 这不是车库 这里下是主库 没有车库 车库在那边 这上面是两间客卧 另外一边是主卧 我们先看看客卧的大小 对 这个客卧呢 是一个标准尺寸的 但是这两个客卧呢 是共用一个卫生间 卫生间的条件呢 可能是有待翻新 但是比第一个房子呢 要好很多 没错 这两个客卧是挨着的 因为我为什么 我喜欢这个超过第一个呢 因为三房的价格 肯定比二房 两房要贵很多 那肯定 而且出租也好租很多 对 就这么说 如果第一个房子 真的是 72万五卧的话 那这个房子 最少最少 应该是90万 我觉得85万以上嘛 至少对吧 对 而且它主卧也不错 主卧 而且你看这边的视野很好 外面都是绿草坪嘛 那你给大家拍一拍 对绿油油的 把这个打开之后 视野会更好 你看 小区里面 像幅画一样 对啊 所以我是觉得 它我是挺很喜欢的 对 然后它的卫生间 可能要重新翻一下 因为它不管是马桶淋浴区域 还是洗手台 地面都是地毯 这个是比较老旧的设计 要改成瓷砖 看完第二套了 那视频的朋友 您喜欢哪套呢 如果您做翻新屋 您会选择哪一套呢 那 我是第二套 我感觉第二套 我是肯定是第二套的 因为第二套呢 如果这个价钱能拿下来 它的利润 大很多 不是不少于第一套 至少 对吧 那是肯定的 第二呢 就算我出租 我简单的装修一下 我出租 我的租金也比第一套 要划算很多 是的 因为价格只差了6万块 对不对 然后呢 虽然它就是一楼这块没有挑高 但是后没有挑高啊 对吧 都是我很喜欢很喜欢 根据你的经验 这个房子它能卖多少钱 就成交会成交多少钱 成交啊 现在78万是吧 我觉得至少82吧 咱们打个赌吧 最后看一看 我看90以下 然后下次视频里跟大家公布 这个房子到底卖了多少钱 好的 如果大家有兴趣买这种便宜的房子呢 我们是非常喜欢给大家找的 对 然后如果做翻新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推荐师傅给您做 有的时候呢 像我们熟的客人就是 我我做的时候 他就入一博 但是这次是很熟了 但是如果不熟 我还是希望您可以自己做 您做完了 也可以自己赚到这份钱 而且呢 它风险很小 是因为您做完了呢 如果真的市场 租掉 对 太跌了 您就租掉嘛 租掉的话 您还有一个现金回报率 这些都不是问题 那如果您有任何的意见和问题 都可以留言给我们 那我们下期节拜拜 拜拜